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4月28日 已經是星期四了 最近有一個話題 是令到很多人去談論的 做生意的朋友 就是 中國市場玩完 是不是要找其他地方取代呢 其實早幾年已經陸陸續續有廠商 將中國的廠搬到越南 我們最近也有位在東莞開廠的朋友 也剛剛今年搬到越南 越南當然 越南當然是疫症也是很嚴重 我們之前有兩位手足在越南 最近一直都沒有聯絡我 已經兩三個月了 我們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一直都聯絡不了 說回越南 最近原來李嘉誠也開始想重駐越南 原因 就是越南 越來越多的大陸的廠搬到那裏 廠搬到那裏就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地產 然後其他東西配套 李嘉誠 這次看中了越南 據說他就火拍著日本的歐力士集團 以及當地的一個partner 萬成發一起動手 他也跟越南的官員舉行一次會談 大家都知道 最近成哥在英國 賣了很多貨 當然是不是撤資呢 當然不是撤資 因為在英國賺很多錢 以往他投資在最低潮的英國 投資了四五千億 其實不止的 除了英國四五千億 歐洲 西班牙到處都要賣一些 總共賣了一萬億在歐洲 現在賺大錢 全部都撤幾個開 賣一些 撤回一千多億出來 在越南 如果賺下去當然不得了 當然 你超人那麼厲害 當然不會賺到一千億 越南的經濟規模相對小 賺很多錢 未必承受得起 但是 一定會找合夥伴 這次他就找了當地 據說是華人首富的萬聖法集團 跟大家詳細說一下 現在很多人都在說 越南 就好像30年前的中國 我們詳細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啦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通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越南的錢 因為相對小 越南盾 原來一千億的越南盾 只是2850萬人民幣 所以那裏的人有很多億萬富豪 容易成為億萬富豪 其實也是 我們每個月其實也不是很多錢可以資助那裏的手足 給他三四千元 他已經在當地 勉勉勉強 也可以生活到 繼續說回 越南最近 拍了一幅地 據說 賣到 10萬元一平方米 最頂級的 10萬元一平方米比香港更貴 當然這個數字我是有質疑的 我覺得他是寫錯的 不可能越南 賣到10萬元一平方米 即是多少錢呈 即是7萬多元呎 當然不可能 是不是 無論多貴的土地 也不值得這個價錢 他應該寫錯了 可能1萬元一平方米 即是7千元呎 我相信 因為你也會有所質疑的 因為 完全不合理 說樓價 說赤價 這些數字我很敏感 報紙 說 現在的越南地產也很蓬勃 這個叫做 萬聖化集團 其實 對於香港人來說 當然是很陌生 但是如果說名字 可能很多 有看過報紙的人就知道 他的其中一個老闆 叫朱立基 他是一個香港人來的 不是很老的 他娶了一個越南華僑 叫張美蘭 張美蘭跟美蘭機場的張美蘭一樣的名字 我相信應該不是同一個人來的 張美蘭是土生土長的越南華僑 因為越南規定 越南的公司一定要當地人 才可以持有 所以他一直做 萬聖化的董事長 他老公就是 叫做時代 廣場集團的老闆 總經理 兩夫婆拍銀檔 成為當地的首富 這個朱立基也在香港買了很多東西 他最近就買了一個天匯 之前也買了一些舖位 總之在香港是買甚麼 也很有錢 在香港也買了很多東西 那麼有錢 在越南當然也是 越南的錢 很好賺 由於有大量的企業 去了越南設廠 即是說 越南 真的有機會成為30年前的大陸 有很多機會 越南的 為什麼說越南的廠可以取代中國呢 因為運輸成本 不過為了很少 越南的收入也是很便宜 不單只運輸成本 越南的人均的收入也是很便宜 我們知道 越南的工資的中位數 每個月 其實你想想想 三千元已經可以救用 一千元 一千元已經可以救用 三四千元 越南手足 都已經可以救用 人工是多少錢呢 人工就跟大陸差不多 甚至比大陸便宜 尤其是在 比較偏遠的地方 因為越南 是一條很長條的形狀 所以 全部的地方都是近海的 如果在越南設廠的話 他運到現港、胡志明、海防等地方 其實就很近 河內相對不近 河內當然不近來說也算很近 這個地方 畫得很小 越南畫了五十多個省 當然每個省很小 跟一個市差不多 因為每一個地方 地理位置很優越 即使在那裏設廠 人口又多 一個這麼小的地方 人口達到9800多萬 差不多一整億人 所以 人工便宜 地理位置優越 設廠很容易運到碼頭 很容易運到 沿岸上貨 變成交通成本 比大陸的很多地方值得很多 大家都知道 大陸的廠主要是沿海 如果是內陸的地方很難開廠的 因為你運輸 不方便 貴成本高了 你運輸要通過火車 隔一重火車才運到海 才能出貨 所以 越南地理位置很優越 所以吸引了很多工廠 這些工廠搬去 我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 他就說 河南的勁敵是誰 是越南 原因 當然是大量生產的廠家遷就了 河南有幾個東西 有幾個東西出口 機電產品 原來出口一年870億 機電產品 汽車零件配件是12億 汽車出口是9.8億 第四類 摩托車是5.2億 那麼最多的機電產品是甚麼呢 原來手機 原來當時 最大的蘋果廠 即是加工廠富士康 就是在鄭州裏面的設廠 但是 隨著 富士康 撤離中國 其實也挺嚴重的 撤去哪裡呢 就是越南 你想想 一年幾百億的生產電子產品 尤其是加工手機 竟然搬到越南 你說怎麼辦呢 錢就被越南賺了 是不是 越南不只吸收了富士康 還有三星手機 也告別了中國 三星在2017年的時候 在惠州還在生產全國全世界佔 17%三星手機 現在生產線 已經到了越南 現在三星全面撤出中國 蘋果撤出中國 那麼你想想 怎麼辦呢 鄭州 當然現在還沒有撤掉 鄭州也很嚴重 肯定也會離開 那麼你想想 河南的敬敵是不是越南呢 不單只是 其他的紡織 電子廠已經搬了很多 製衣 紡織 也有很多 搬了去越南 我們的朋友就是做紡織 當然不單只是紡織 你想想 這麼多的行業 這麼多工廠搬到越南 那裏的經濟 是不是很大發展 我們看到越南股市 其實 去年升得很厲害 去年是不斷創新高 而越南股市 其實在近這10年來說 除了100年跌之外 每年都會上升 2012年股市升17.69% 2013年升21.97% 2014年升8.12%差一點 2015年升6.12% 2016年升14.71% 2017年厲害了 升了48% 2018年回到9.2% 大漲小回 2019年又升7.6% 2020年升14.87% 21年升35% 去年再創新高 那麼大家想想 越南的前景是不是很值得人去投資呢 因為 很多地理的優勢 很多條件 加上 有很多廠 最重要是廠全部都下去之後 然後 那裏就會有外地人 去消費 越南的自然環境也是很漂亮的 海產 農業也很豐富 越南 是魚米之鄉 那些地方一年有四層米的越南 原來大家不說不清楚 全世界最漂亮的燕窩 不是泰國 不是印尼 是越南的燕窩 當然 因為產量很少 所以 很少出口 因為根本不多 口出口是貴的 貴的 少了 但是最漂亮的 燕窩是越南 說起越南好像有很多好處 有沒有壞處 當然有 始終 他現在暫時都是一黨專政的 但是他也給共產黨進步 還有等額選舉 在政治方面相對開放一點點 不過 越南政府是親共的 但是民間就很反共 民間其實是反華 不是反共 因為 始終越南跟中國的關係 大家知道 他是 一段時間 被中國四度 入侵過越南 當時的宋太 趙光義也是 攻打越南 失敗了 令到越南就開始搞獨立 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 其實 就算你講到1979年 程月之戰 也是 打不贏越南人 也是慘禍的 死了很多人 那麼長的歷史 越南 是徹底要去中國化的 以前他用漢字的 以前的越南 是直接用漢字的 他用的錢幣也是仿照中國的宋朝的 到了明朝有一段時間是受過中國的十幾年統治 到了後期 徹底就是被 法國殖民 法國殖民之後他們就搞獨立 政治方面 相對沒有中國那麼麻煩 但是始終是有一點風險 不過 越來越多外商的投資 全球看法 越南 也可以上Facebook 可以用Twitter 可以看YouTube 我們之前 就被這個越南仔 偷我們的影片 就開了個假頻道 就是越南仔 當然我們投訴完之後就封了他的頻道 他現在也不敢再開了 開也沒有用 也沒有人看 所以 越南跟我們那個關係 其實都息息相關 以前很多大量的華僑 去到越南 李嘉誠 其實眼光真的十分之獨到 當大家 當大家知道李嘉誠的眼光 大家也要相信他 真的是十分之厲害的人 那麼厲害的人 當然他投資越南 那麼大家有沒有跟隨 當然不是叫大家去越南買樓了 可能有些ETF的越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當然是不是要買就自己決定了 這些我們也不敢說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 拜拜